阿斯顿、亚当、姆巴亚十一 四万七千个城市在天堂 第一个城市 在天堂的四十天 弟兄,我是阿斯顿、亚当、姆巴亚 我想分享我访问第一座天堂之城的神圣经历 我读圣经的一段经文 主对小偷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要在乐园里与我同在 路加福音23.43分 读完那段经文后 我转到了下一页 但我在精神上觉得 我应该回到这段经文 我继续默想这段 关于小偷在乐园里与主相遇的经文 然后突然 我听到主在我身后的声音 主说 阿斯顿 今天我带你到一片奇妙的土地 这是所有圣徒的期望 那些选择了真理道路的人 将在那片奇妙的土地上欢欣鼓舞 今天我们要去神的乐园 你们将看到神的城 你们必在天上经历喜乐和喜乐 主谈到伟大的事情 听到这话 我充满喜乐和喜悦的喜悦 我充满了期待 我等不及了 我离开了我的身体 我的笔记本落在了我冥想的地方 我立即开始敬拜主 主一直在谈论上帝的乐园 以及等待那些走在他的方式上 并坚持不懈的人的喜乐 当我看着主时 我看到他的身体正在发出一束 巨大而明亮的光 主带着一顶冠冕 上面有无数颗星星 他的手脚上还滴着鲜血 那一刻 我看到我家的天花板像一张纸一样滚动 然后我们开始在太空中 以惊人的速度上升 当我们到达天空的高度时 我看到人们在太空中以极快的速度上升 他们穿着明亮的白色衣服 我从未见过人们藐视重力 像火箭一样以极快的速度在太空中升起 主说 这些人逃脱了世界的腐败 他们为遵守神的原则而受苦 他们今天得到了回报 他们正在回家接受世界无法给予的安慰 这些圣徒们发出巨大的光芒和光芒 主说 这些都是跟随圣徒的善行 那些灯光更强的人是那些赢得灵魂的人 他们没有为福音感到羞耻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他们都在谈论福音的好消息 他们帮助穷人用自己的钱做自由的工作 你要告诉我的子民不要以福音为耻 他们必须向世界传福音并警告世界 那些闪耀的不那么闪耀的圣徒是那些未能赢得灵魂的圣徒 然而每个信徒都应该传福音 这是一种责任 世上有黑暗 但你应该是圣灵的光和能力 我看到这些圣徒在天堂升起 他们穿着更亮丽的衣服 我注意到他们的衣服底端有小铃铛 当他们升起时 这些终生正在发出声音 我问主 这些响起和发出声音的终生有什么意义呢? 主说 当这些被救赎的圣徒在地上时 这些终生就是我圣灵在他们的良心和思想中的声音 每当我的儿女跌入罪中 每当他们偏离公义的道路时 我的灵就会在他们的思想和良心中敲响终生 提醒他们认罪悔改 每当我的灵暗想中时 他们就被判有罪 他们悔改 他们得胜了 因为他们回应了我圣灵的责备和信念 每当我的灵在他们灵魂中敲响终生 告诉他们回到我的路上时 他们就会采取措施来修正和修复 他们回到了公义的道路 遵守我的原则 结果 他们保持了衣服的白色 我的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单 我的灵总是与他们同在 当他们离开公义的道路时 他们就会定罪 我的灵不会沉默 因为每当他们倒下时 我的灵总会在他们心中敲响警钟 让他们悔改 毫不拖延地回到公义的路上 你的耳朵 弟听见你身后有一句话 说 这就是路 你们要行进去 你们要转向右手 你们要转向左边 以赛亚书 保罗专心地看着会议 说 弟兄们 直到今天 我在神面前过着完全良心的生活 使徒行传23比1 然而 当我的儿女不再回应终生 我的灵在他们的良心中响起 以承认和纠正他们的错误时 就有危险 当我的灵不再敲响你心中的终生 或责备你的罪时 你就不再是我的了 因为那些属于我的人 必借着终生 在良心里被我的灵定罪 终生将敲响 警告他们悔改 保持信心和良心 有些人拒绝并遭受了信仰的沉传事故 提摩太前书1点19分 通过谎言的虚伪 在自己的良知中烙印如烙铁 提摩太前书4比2 主说 我的许多儿女没有按照我的原则行事 他们在没有咨询我的情况下 做出决定 他们的衣服很脏 因为他们像世界一样生活 然而 在地球上 他们是外国人和陌生人 希伯来书11点13分 这些人都是因信而死的 不是领受了应许 而是在很远的地方看见了他们 被劝说了 拥抱了他们 承认他们是地上的陌生人和朝圣者 耶稣说 你们要告诉他们 我不让任何不纯洁的东西进入城门 但是 任何不纯洁的东西都不会进入城市 任何做可耻的事情或说谎的人也不会进入城市 只有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的活人书中的人才会进入城市 启示录21点27分 当主说话时 我看到圣徒们以极快的速度升起 我想知道 主说 没有时间了 时间到了 这些被救赎的圣徒 渴望看到 我为他们预备的国度 阿斯顿 你必须看看 我为我的子民提供了什么 我没有白白死去 我没有白白流血 告诉他们 我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和平与幸福的世界 他们应该永远生活在和平中 充满喜乐 被救赎圣徒的变容 当主对我说话时 我看到基督里的死人升入太空 他们是所有国家和所有肤色的人 我看到了非洲 亚洲和欧洲等 他们正在攀登天堂的高度和支柱 然后我看到这些被救赎的灵魂 在空间里达到了一个高度 奇迹开始发生 在那一刻 我看到这些肤色各异 各语言的人都被荣耀和崇高 基本上 当这些圣徒到达太空中的这个地方时 他们不再是非洲人 亚洲人或欧洲人 他们被变形为光的存在 他们变得光芒四射 像天堂的星星一样明亮 因为他们的皮肤变成了透明的光 圣经说 那时智者将像天上的光明一样闪耀 那些带领许多人走向公益的人 将永远像星星一样闪耀 但以礼书12比3 他们留下了尘世和人类的特征 他们从人类和腐败的本性中解脱出来 他们的人体皮肤和色素沉着被抹去了 他们穿着透明的光 因为他们被变形了 他们变得像天堂的星星 因为他们不再是黑白的 也不是非洲人 高加索人或亚洲人 他们变成了巨大的灯光 我感到惊奇和敬畏 主说 我的道洁净和成圣 那些被洁净的人将克服腐烂和腐败 以便穿上不朽的衣服 他们将穿着一个连结和不朽的身体 以便永远活着 这些圣徒留下了不完美 他们穿着完美 他们正在走向真正的完美 我的话语必须改变我的子民 耶稣说 百姓的心性是拯救他们的 当你为深于净化和圣洁自己 脱离生命的问题时 你就必得救 因此 既然你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了 就要为基督坐在神右边的上面的东西而奋斗 把你的心思放在上面的事情上 而不是地上的事上 因为你死了 你的生命现在与基督一起隐藏在神里面 哥罗西书三茂号2-3 天狱的入口 当新来的圣徒站在城门前时 有像投影仪一样从城门冒出来的光芒 弟兄 当我进入城的珍珠门时 神的乐园是无法形容的 我没有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圣城的辉煌 真是太壮观了 光线非常强烈 这座城市的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类的概念 我迷失在敬畏之中 然后主离开了我 一个天使加入了我 他试图和我谈谈光之城 我没有介意他 因为我感到完全被惊奇和钦佩所征服 天使说 弟兄 欢迎你 你看到的是天堂的47000个城市 弟兄 我为地狱的351个房间作证 永恒的天国比地狱的351个房间还要大 这个光玉不可思议的高度 荣耀和浩瀚 永远无法完全理解 我在自言自语 我对自己说 我不会回到地球 我会一辈子留在这里 我看到了我之前新来的圣徒 他们站在那里 震惊和敬畏地看着这座城市 他们迷失在惊奇和惊讶中 城市的人行道是透明的金色 当我开始在神的乐园里移动时 我看到在这片荣耀的土地上 每时每刻都有新的创造物出现 新来的圣徒们惊奇和钦佩 每两秒钟 新事物就会出现 天使和活生生的人钦佩 被主召唤在天上存在的 新创造物和新物中 我们看到并惊叹于主所造的 新事物的出现和彰显 圣徒们跪在地上 因为我们在敬畏 惊奇和钦佩中 发现新创造和新事物 这些都是上帝 在这片奇妙的土地上 每时每刻所造的 我看到活生生的受造物 和长老高举主 他们说 我们敬畏你 你永远活着 你让一切都变得新 属于你的智慧和智慧 你的智力是不可理解的 你们的方式超越了我们的理解和理性 我看到跪在地上的生物 一直在敬拜主 他们说 对你来说 属于智慧 智慧和知识 弟兄 他们一直跪着敬拜那位永生的人 我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 没有种族 天堂的所有圣徒都像天堂的星星一样闪闪发光 在神里面 没有种族和舌头 只有准备接受神的心 只要你能为主预备你的心 你就能承受永恒的国度 我看到在上帝的乐园里 飘扬着横幅 上面写着万王之王 幸福的王国 有强烈的光线 闪电和雷声 我从远处听到救赎主的咆哮 我看到这些天上的圣徒 在他们的额头和手上刻着明文 上面写着 上帝的话语 在天堂 我看到了公共基础设施 这是圣徒的联邦 这些是主赐给天上世界 每个公民的财宝 我看到了个人财产 这是那些在生活中服侍主 并在圣洁中行走的人的奖赏 我向主祈求天上圣徒的光 主说 他们保持纯洁 远离性电污和污点 他们在道的水中洗净 因此 他们是闪耀的 他们永远是永恒的光和星星 在这个城市里 我看到了地球上未知的陆生动物和天体动物 令人惊叹 到处都是鸟 我看到了我们在地球上拥有的动物和旨在天堂发现的动物 我看到了白狮子 黄狮子和蓝狮子 可爱的长绿树一直在接出金色的光果 在这个领域 喜悦是巨大的 圣徒们充满了天上的情感 我看到天堂的居民们互相强烈的拥抱 他们互相赠送礼物 这些得圣和喜乐的天国公民生活在一个社区中 他们是一个大家庭 他们是一个为彼此而活的人的社区 在这片充满大家庭的圣徒的土地上 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乐 这些快乐的天国圣徒没有 也没有肉体的要求 因为他们在上帝的同在和光下闪闪发光 然后我们被带到家园服务 在那里每个灵魂都应该被带到他的豪宅和安息之地 这些地方在天堂的四万七千个城市中 这是主为他的子民预备的星光明领域 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黄金城市 他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围栏里 我看到许多城市建在天堂的山顶上 他们完全被巨大的围墙包围 在天堂里 我看到一座有一千层的摩天大楼 我迷失在钦佩和惊奇中 每个天城都在一个圈地里 他们彼此分开 他们是所有这些城市中光芒四射的天使 然后主带我去了天上的第一座城 它被一堵巨大的墙包围着 这座城市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宝石 这些宝石像钻石一样闪闪发光 我看到城墙周围有无数的天使 他们唱着天歌 我在城墙上看到 上面写着被遗弃的城市 我问主 被遗弃之城 这是什么意思 主说 这是我为我的子民建造的一座城 他们住在地上 在教会里服侍我 然而 他们未能解决他们生活中的罪孽问题 当他们死去时 他们错过了 我为他们建造的东西 他们倒在地狱的黑暗中 没有人能从他们的回报中获利 主说 你们要告诉地上的人 当他们来到我面前接受我时 他们必须与信心的良苦征战到底 重要的是比赛的结束和战斗的结束 死人在基督里是喜乐的 因为他们的行为必跟随他们 启示录14点13分 兄弟 这座用宝石建造的可爱城市被遗弃了 守卫这座城市的光芒四射的天使们 唱着一首歌 说 可怜 那些配得上我们天父 为你们的福祉 而预备的国度的人 你已经放弃了你工作的回报 和你劳动的成果 哦 谁会从你的劳动和辛劳的果实中获利呢 天使在唱 大地和大地上的居民都不幸 在服侍神之后 你已经放弃了你的奖赏 然而 主要目标是继承天国 你为什么把腐烂的东西 而不是永远的东西 附着在你的灵魂上呢 弟兄 我们必须为永恒的事而战 我们必须把时间用在每天的灵修中 以确保我们的救恩 例如祷告 读经和服侍神 因为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任何东西 当我们死后都会消失 甚至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女人也不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将单独面对审判 要明白 如果教会的被提被推迟 死亡就会像小偷一样降临 有一天 当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时候 死亡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我正在观察这个巨大的城市 它拥有所有的财富 被那些未能与世界分离的信徒所遗弃 在这个废弃的王国里 有财富 有黄金和各种宝石 金城是空的 因为王国的继承人被扔进了外面的黑暗中 因为世界的快乐 王国的儿女被扔进了黑暗中 当我听说这些圣人未能继承他们的劳动成果时 我想哭 这很痛苦 我记得最近去世的一个姐姐的故事 当她被埋葬时 她来到她所爱的人的梦中说 为我祷告 因为我现在的位置被告知没有地方可以给我 弟兄 你为神所做的工作不是徒劳的 有一个永恒的奖赏在等着你 你每一秒 每一分钟 每一天走的路 将确保你永恒的奖赏和宝藏 你必须每时每刻 每时每刻 每一天都使自己成圣 忏悔绝不能推迟 因为许多人计划明天悔改 但他们永远不会到达明天 他们死了 放弃了他们的遗产 你必须回到你的初恋 哥哥 我们进了废弃的城市 里面没有人 金色的王国空无一人 有他的财富和宝石 我看到在城市里的每所房子里都有主人的名字 我在这个王国里参观的第一所房子是索罗门王的豪宅 这是一个宫殿 一个别墅真的很漂亮 它的长度估计为八十米 这座豪宅是圆形的 里面有很多可爱的绿色花园 这座豪宅用混凝土围起来 这些混凝土墙是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的 在每一堵混凝土墙的顶部都有索罗门王的名字 豪宅内有很多桌子 在这些桌子上 我看到一本书 上面写着索罗门的智慧 我看到了索罗门写的所有书 如智慧书 传道书和真言 雅歌和一些诗篇 在索罗门的宫殿里 我看到天使席卷着宫廷 我看到天使守卫着宫殿 一些天使在浇灌花园 豪宅被关闭了 主说 我们必须进去看看 当我们进入宫殿时 我对这所房子的美丽感到敬畏和钦佩 超出了所有人的理解 地球上最美丽的城市 不会接近这个建筑 这座豪宅比地球上最伟大的城市更美丽 索罗门的房子做得很好 建筑很完美 我在考虑这所房子 有很多明亮的天使 穿着最纯洁的白色 在他们的衣服上 我看到上面写着历史学家 因为这些天使正在与访客交谈 并向这些天上的圣徒讲述 索罗门的故事 当我进入索罗门王的豪宅时 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看到一个水池 在这座宫殿里 我看到了有余的水流 当我钦佩竖琴和铜管乐队时 竖琴和铜管乐队正在引起共鸣 上帝的天使不停地演奏音乐 当天使们唱着索罗门的歌和诗篇时 金色的音乐乐器正在引起共鸣 但是王国的继承人 索罗门王已经失去了他永恒的遗产 天使告诉我 这座豪宅是为索罗门王建造的 他在地球上做了很多善事 他给了很多祭品 但他无法来到这里 我惊讶地看到索罗门王写了一些圣经书卷 但未能进入天堂 他的房子空无一人 我不知道 我想建造这样一所房子要花几十亿美元 在宫殿的桌子上 有天体的食物和葡萄酒准备上桌 但王国的儿子被扔进了外面的黑暗中 他离开了他的奖赏 但国子们必被赶出外在的黑暗中 在那个地方会有哭泣和咬牙切齿 马太福音8点12分 兄弟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 房子 钱或汽车 你会辛勤劳作 努力工作以获得这些东西 但是 当你死后 其他人会从中受益 因此 我们必须为不朽和永恒的事物而劳动 而不是为逝去和暂时的事物而劳动 无论索罗门王在地上积累了什么财富 在天堂等待他的东西要大一百万倍 但他却追随着这个世界的逝去之势 他因为这个世界而失去了他在天堂的豪宅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整个世界 却失去了他的灵魂 他会有什么好处呢 马可福音8点36分 在这座豪华的豪宅里 有食物可以供应 豪宅内的天使们走在宫廷里 扮演着礼仪的角色 他们像来自上帝乐园各个城市的游客敞开了大门 索罗门王的照片在他的豪宅里 但王不在那里 当我们离开国王的宫殿时 我看到国王的邻居有一座巨大的豪宅 这实际上是一位著名先知的废弃宫殿 他忠心地侍奉神 在他的教会里 女人不做头发 不遮住头 他的宫殿是纯金的 当我们访问这个王国时 我看到天堂各个城市的居民和居民 也在参观这个巨大的城市 这些天国的市民正在观光 因为这座城市是天界居民的永恒见证 提醒他们许多人积累了地球上的财富 但他们在夺取永生的战斗中失败了 照耀在圣徒身上的光也照亮了这座城市 天上的圣徒是荣耀的 充满了喜乐 这个城市不需要太阳或月亮 因为上帝的同在照耀着这座城市 城不需要太阳或月亮照耀它 因为上帝的荣耀照亮了它 它的灯就是羔羊 启示录21点23分 下一个 阿斯顿 亚当 姆巴亚12被定罪的圣约婴儿的意识厅被巫术发起和玷污 大家看看